历代至下第十五章 神的灵感动恶德的儿子亚撒利亚 他出来迎接亚撒 对他说 亚撒和犹大便养民众人啊 要听我说 你们若顺从耶和华 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 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 你们若离弃他 他必离弃你们 以色列人不信真神 没有训毁的祭司 也没有律法 已经好久了 但他们在急难的时候 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寻求他 他就被他们寻见 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 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 这国攻击那国 这城攻击那城 互相破坏 因为神用各样灾难 扰乱他们 现在你们要刚强 不要手软 因你们所行的 必得赏识 亚撒听见这话 和恶德儿子先知 亚撒利亚的预言 就壮起胆来 在犹大便养民全地 并以法联山地所夺的各城 将可真之物尽都除掉 又在耶和华殿的廊前 重新修筑 耶和华的坛 又召聚 犹大便亚民的众人 并他们中间寄居的 以法连人 马拉西人 西缅人 有许的以色列人 归降亚撒 因见耶和华 他的神与他同战 亚撒十五年三月 他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 当日 他们从所取的卤物中 将牛七百只 养七千只 献给耶和华 他们就立约 要尽心尽性地寻求耶和华 他们列主的神 凡不寻求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 无论大小 男女 必备自私 他们就大声欢呼 吹号吹脚 向耶和华启示 犹大众人 为所起的事欢喜 因他们是尽心启示 敬意寻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 且示他们 示尽平安 亚撒王 扁了他祖母 马加太后的位 因他造了 可真的偶像 亚瑟拉 亚撒砍下他的偶像 倒得粉碎 烧在吉伦西边 只是秋潭 还没有从以色列中 废去 然而 亚撒的心 一身诚实 亚撒 将他父所分别为圣 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 金银和器皿 都奉到神的殿里 从这时 直到亚撒35年 都没有征战的事 完成了 谢谢大家